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我是大寶法王Johnny 疫情的期間大家過得怎麼樣呢 相信在疫情的擴散期間 大家跟法王一樣都宅在家裡做防疫 但是法王即便是在家裡 也沒有停止擔心過大家的保險權益 因此法王今天緊急錄製的這一段 法王即時通 幫助大家怎麼樣清理保險更暢通 在新冠肺炎的期間 如果被確診的新冠肺炎 而必須接受隔離治療的時候 你的保險權益是怎麼樣的 法王以下分兩個部分來跟大家說明 第一 如果你是投保 防疫保單的話 防疫保單是提供了 隔離的慰問金 以確診慰問金 因此不論是重症 而必須入住負壓病房接受隔離治療 或者是輕症選擇在家隔離治療 或者是入住集中檢疫所 以及防疫旅館接受隔離治療 只要準備好以下的兩種文件 第一個叫做確診的證明書 第二個叫做隔離治療通知書 都可以向保險公司請領新台幣 2萬塊到10萬塊不等的隔離慰問金 或者是確診慰問金 但是有一種情形 如果是疫情的警戒升到4級的時候 這個時候會進行封城 大規模的限制人員的外出 這個時候因為政府 他沒有核發隔離通知書給大多數的個人 因此沒有隔離通知書的人 是不可以請求相關的慰問金的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一定會有人問法王 那如果我沒有防疫保單怎麼辦呢 相信大多數人一定都有投保住院醫療險 不論是實施實附型的住院醫療險 或者是日額型的住院醫療險一定都有 這個時候保險公司 他針對新冠肺炎的期間 他採取了兩種的總統給付的方式 第一種如果是輕症的情形 在輕症的情形 因為現在醫療量能緊張的緣故 所以說大概是沒有辦法入住醫院 而必須入住集中檢疫所 或者是升級版的防疫旅館 集中檢疫所和升級版的防疫旅館 當然不是醫院 所以說你也沒有辦理住院的手續 一般的情形其實不符合住院醫療險裡面 關於住院的定義 但是保險公司這個時候提供的融通給付 也就是如果說你確診了新冠肺炎 而入住了集中檢疫所 或者是升級版的防疫旅館的話 保險公司會比照一般的住院日額 來做保險給付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呢 如果是重症而入住負壓隔離病房的話 負壓隔離病房一般的情形是 視為一般的病房 但是在新冠肺炎的期間 保險公司採取了一個融通給付的方式 也就是將負壓隔離病房 比照成是家戶病房 而可以獲得加倍的住院日額的給付 那麼該如何的去清理住院日額 或者是加倍的住院日額保險金呢 你必須具備三種文件 第一種文件就是確診證明書 第二種文件是隔離治療通知書 第三個是入住檢疫所 或者是防疫旅館的證明 不過有一點法文要提醒大家 跟防疫保單不一樣的是 如果你投保的是住院醫療險的保單 那麼在家隔離治療的情形是不給付的 即便是在融通給付的情形底下 也是不給付的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黃吉思通 隨時關心各位的健康以及保險的權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